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到6月28号5点维护前 再来看 在shooting Stop改版之后 每个村庄里面都有一个buff雕像 记得在练功前去摸摸它 获得这个三小时的buff 讓你练功轻轻松松 好再来往下看有哪些重点呢 被污染的妖精森林 就是在活動期間內 兩個禮拜可以開放的這個活動副本 因為裡面打的話 可以獲得這個 辛凱薩減免20%的效果 並且打到這個妖精森林硬幣 可以兌換多種道具 裡面只有一個關鍵道具 就是救護證書 記得每天要換好換嘛 一定要換他 好再往下看的重點還有哪一個呢 追加受祝福的武器金弓卷軸 這個卷軸我特別提一下 他並不會讓你提升你的金弓屬性上限 金弓屬性依舊是維持傷害1到10 然後暴擊是1到15%的效果 那這個卷軸只是讓你的那個 樹枝啊 容易撒到高樹枝而已 就這樣子 他不會讓你變成20傷害 20暴擊 不會 再來這個製作條件也非常的困難 他需要兩張金弓卷軸 搭配20張祝福卷軸 去換到一張祝福千空卷軸 我是覺得這個 兌換比比較沒有這麼對等 所以我個人是不建議換這個 你用一般的選手 一樣可以起到高屬性 機率問題而已 好 那我們這個東西讓大家知道一下 往下看 這邊 其他 更新系統 這個地方非常多 我一個一個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 強化系統便利性更新 第一個追加個別批量使用的按鈕 以及追加選擇相同裝備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啊 就是讓你的強化充裝備 批量充裝更加便利 那我們在直播上 如果我之後再充那個收集品裝備的話 我再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第二個變身魔法娃娃卡的UI改善 第一個追加卡片搜尋以及篩選功能 第二個可於頁面上直接確認覺醒能力 第三個收藏品顯示最多可獲得的能力上限 這個UI介面也是一樣 我們在維護後 直接展示給大家看就好了 就好了 好第三個 詳細能力的資訊改善 這個東西啊 追加的PVP傷害減少能力的資訊 其實在天堂裡這個遊戲裡面 有許多的屬性跟能力值 是列為我們所謂的隱藏屬性 所謂的隱屬 例如什麼呢 例如開服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過的屬性 傷害加種都沒有出現過 那這次難得他新增了一個PVP傷害減少的能力值 希望未來也能夠新增更多的隱藏屬性 讓所有的能力值公開透明化 好第四個 離線遊玩改善 這個大家自己勘願一下就好啦 第五個 名譽貨幣改善 調整為無刪除時間 以及追加製作文樣存卷軸 以及高級符石變換石 好第六個 組合系統追加 這就是我們在那個裝備欄位的最後一個欄分頁裡面 那個裝備組合啊新增了更多種的裝備 第七個 解盟擊殺紀錄改善 這個部分啊 根據擊殺對象顯示不同的文字顏色 每五分鐘顯示擊殺紀錄的角色 五分鐘內再次死亡時也會被列入統計喔 就是血盟擊殺清單 所以那個血盟復仇追殺清單啦 好第八個這個東西很重要 可以搭配上面第七個去那個一起相輔相成 第八個就是互相登陸為敵盟時 擊殺自動狩獵的用戶或協助擊殺時 殺人或助攻 攻擊者將獲得PVP分數 被攻擊者無論是否有反擊操作都將降分數 也就是說你平常在掛戒的時候被敵盟互殺掉 你也會掉分他會加分 在上一次改版之後 因為他那個PVP的系統那個分數計算改調整啊 造成很多人其實殺了100多個人 也不一定有100分這麼悲慘的狀況下發生 那這次改動之後 就讓大家掃接掃得更勤快 分數賺好賺滿啦 第九個哈佛萬能耀的上限提升 一般經典伺服器就是提升了傷害減免 PVP傷害減少 PVP傷害減免的上限 原本是70罐哈佛直接往上拉到的100罐 促進能力只有更高啦 從聖符則是增加多項能力上限提升 第十個重聖符更新 等級上限解除 開放文樣系統 第十一個裝備優化 這個部分啊我只能說 他真的是把版本向前拉近了一大步 盡量可能盡量逼近韓版的內容 那也就是說台韓版 雖然不至於到平起平坐的同步系統 但是已經往前拉近至少半個月到一個月了 希望台版官方持續努力啊 把版本拉近到一個月內的版本差 好第一個是追加愛麗絲弓以及愛麗絲魔杖 有之所謂的第二階金武 第二個神話級武器能力向上調整 所謂的原本的一階金武啊 能力向上調整 然後第三個火焰之影系列裝備能力提升 這就是未來改版後的最強金裝 沒有之一 最強的金色套裝 能力優秀 而且每一個裝備新增的時間免 基本防禦力又提高 然後兩兩兩兩兩可以組成一個套組 這個套組的能力啊 套裝裝備能力是非常強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一個部分神話級防具能力上調 他的神話級防具指的是愛歐丁系列的裝備 就是一些特殊製作的稀有金裝 好以上就是這次的優化系統啦 那其他內容我們會在直播上以及其他影片做介紹哦 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哦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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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